今年過年期間的時候我確診 然後大家都知道那個時候其實也蠻冷 我在確診的那天早上從主臥室出來 我需要一張被子陪我去客廳裡面預寒 那個時候我就想到了古堡分享給我的那個艾草被 我本來一直拿到手都沒有使用過 直到我把它拿出來我才發現這個被子有多好用 第一個它是真正的用艾草的成分 所以你會聞得到一點淡淡的艾草香 再來艾草有一個很好的功能就是可以幫你驅濕 所以當你身體在發寒不舒服蓋上它 你既能得到保暖又不會覺得悶熱 可以真的把你身體的濕氣幫你散出去 同時也因為它的質地是非常舒適的很輕膚 所以你穿著睡衣在蓋著它你不會覺得很粗糙 然後我也有朋友跟我分享說 它蓋了這個被子之後好像蚊蟲比較不會來 因為是真的艾草嘛 那還有一個妙用 就譬如說小朋友晚上睡覺不安穩 我們常會講說那個小朋友就是寶寶晚上睡不安穩 可能是被跟到或什麼的時候 艾草有一個驅邪的功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小朋友說蓋了這個被子睡比較安穩 其實我自己個人猜測啦 是因為艾草的香味是一個非常療癒的味道 所以它真的能夠讓小朋友沉浸下來 並不未必真的是什麼很神奇的驅邪功能 反倒我覺得是它的艾草香 幫助了小朋友可以很好的入睡 所以我覺得如果文明現代人啊 現在工作壓力大 不妨試試看在家裡擺床這樣的棉被 目前的棉被沒有很貴才990 然後是雙人的尺寸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背一條在家裡 然後有客人來的時候也可以蓋 或是自己夏天的時候 想要在冷氣房蓋一個寶貝 它都是很適合的選項